哇 哇 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Air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平常生活中 一些很重要的小法寶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這一根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很細很細的針 這個東西是譬如說你上完保養品之後 然後你在臉上滾 它有一點點刺刺的 可是它可以幫助你的保養品吸收 大概三四天滾一次 就是你保養完之後稍微滾一下 就是你會發現那天的吸收會非常的好 老實說這個東西呢 我也不知道黃子嬌先生從哪裡得到的 他送給我 不知道是在暗示我什麼 這個裡面呢 譬如說我在拍戲要去到比較遠的地方 待比較久沒有辦法運動的時候 我就會帶這三條 彈力繩 這分別是不同的重量 譬如說你今天你要練手臂 你可以用輕一點的 如果你今天你要練腿 你就可以用重一點的 放在大腿的地方 然後也是開 或者是做不同的姿勢變化 因為我自己算是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所以如果一旦一大段時間 我沒有辦法運動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彈力繩 還有坐長途飛機的時候我會 就你會覺得一直維持同一個姿勢很不舒服 所以我一定會帶著彈力繩 就是可以稍微運動一下筋骨 動一下肌肉這樣子 特別在意的部位啊 我覺得好像女生通常 比較在意的都是下半身耶 但我想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有時候大家就覺得 女生屁股要練翹嘛 所以你就在運動的時候 你就狂練屁股 狂練屁股這樣子 其實沒有哪一個動作是你只能 單練到屁股的肌肉 它一定會牽連到大腿 所以有些女生就比如說怕 做深蹲的時候 你就覺得怎麼辦 我腿會不會越變越粗 其實完全不用怕這件事情 反而是你可能把你 臀部上側的肌肉把它練的大一點點 它整個曲線就會變得比較好看 我是滿在意肌肉線條的人 我自己不喜歡那種 極細極瘦的腿 我的腿是一定會有一點點肌肉線條 有時候你練完腿 那個肌肉你沒有去放鬆的話 它會結成一大塊 對 那如果你要線條比較順的話 我幾乎每天 譬如說你在看電視 你就會捏自己的小腿 把他的肌肉稍微的放鬆 不要這樣結成一球 所以講到放鬆 我就有這個 這個是我的一個推拿師傅送給我的 然後我覺得它很方便 這個滾輪它有那個加壓的作用 所以就是你就像擀麵條一樣的降滾 然後它非常方便濕力 因為我覺得肌肉放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你不要覺得運動完好 我就是休息 就是拉拉筋啊什麼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根是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這個是多膠白膜 就是裡面有加膠原蛋白的白膜 然後其實它是我媽媽做的 我們起初原本也沒有想說 吃了真的可以怎樣 後來發現就是有長期在吃的人 真的會覺得說好像膠原蛋白變多了 它也不太有熱量 所以你其實當甜點吃睡前吃你想吃就吃 這個是對我來說很棒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把它當成小甜點 然後又可以增加膠原蛋白 很棒的一個食物 我反而喜歡看年紀比較大的女生演得戲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身為演員 我會覺得有時候臉上有一些些歲月和歷練 是增加你那個角色厚度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今天你已經60歲了 可是你依然長得非常非常的年輕貌美 我覺得觀眾對你的角色會比較難以有投射感 大家會變老的樣子一樣 隨著歲月去接受它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不會害怕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在情緒化的時候 你做的決定都很可怕 就是你真的過幾天天會不會說 我當下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一定會告訴自己先冷靜 可能冷靜個一天兩天之後 你再歸過頭再想一次這個問題 我覺得你會比較清楚自己要怎麼做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不管是我生活的法寶 或者是一些小故事 希望以後大家可以常常在L看到我 掰掰